今天中午人气话题带您来看到全球疫情严峻 但是有不少国家已经开始追求与病毒共存 陆续松绑边境 有专家认为追求清零对于经济代价太大了 但要与病毒共存的时机目前也还没有到 主要是国内的疫苗涵盖率还不足 预估要到3月国内才可以放松管制 而台大公卫学者陈秀希分析 6月有机会边境解封 至于完全免除入境的隔离 恐怕得等到年底 而前疾管局局长苏伊仁则预估 台湾最快在2、3月可以宣布边境解封 缩短入境检疫期间 不过前提是要先把长者两剂疫苗的覆盖率 提升到9成以上 振兴旅游业泰国宣布全面开放入境免隔离申请 越南则计划3月底要开放国际旅游 最近执行全球最严边境管制的纽西兰 也终于要松绑了 面对不少国家无畏确诊数创新高 纷纷松绑边境 台大公关学者分析 五国等到6月就有机会边境解封 但要完全免除入境隔离 恐怕要等到年底 而前疾管局长苏伊仁 对于解封时间点看法更乐观 认为台湾最快2、3月 就可以考虑先把入境检疫天数 缩短到5到7天 3月开始有可能就是说 我们先针对隔离检疫的天数 从14天变成10天 专案的商务人士要进到我们台湾来 进行商务活动 那这个可能你要先开放 但想要打开国门 疫苗接种依旧是解封的最大关键 平平五国两剂疫苗含概率 65岁以上长者目前只达到8成 75岁以上长者 更是有三成民众都还没完整接种 专案强调只要两剂疫苗覆盖率 无法达到9成 贸然开放边境就会有很高风险 这200万的人以及300万的小朋友 没有打疫苗这些人 事实上这就是我们在边境解封过程中 风险的存在 致死率上会差到10倍 优医是点出除了长者外 又同疫苗也该列入讨论 像是辉瑞BNT已经推出 儿童版疫苗 即将是成人的三分之一 台湾应该趁早布局 我要把各年龄层含概率全面拉高 才能尽早恢复正常生活